上去后还好,有一个看起来比自己更悲的家伙,避免了自己家暴之后,继续被炫耀暴凌 不过虽然世界已痛了男主,男主却做到了暴之一颗,会主动对那位被霸凌的同学势于援手 好的,让父母亲我想起,最近在赤眼角色上看到的作品《斯廷恶龙》为所欲为,你说巧不巧,也是男主穿越到《斯廷恶龙》 讲的是主角卡尔在自家看《斯廷恶龙》的作品的时候,悲书光穿越到了《斯廷恶龙》身上 并且拥有了时间停止的能力,而且并没有给他丝毫的思考时间,因为警戒的登场就是前来讨伐自己的俑者 《斯廷恶龙》和《斯廷恶龙》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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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斯廷恶龙》 因为每次时停都有CD时长,所以咱们的卡尔玩了个花活 现在发动技能把圣女给爆炒了,让俑者小队误以为他有精神能力 随后开始为自己之前的烧杀、掳掠作为解释,都是为了世界的和平,都是为了大火,没有半点事情 随后还真就被他忽悠住了,成功的POA了,用这小队 在忽悠者用这小队之后,卡尔第一时间肯定是想着如何跑路 结果晚上跑路的时候,在《斯廷恶龙》遇到了一次被绿光围绕着《斯廷恶龙》 并且随后《斯廷恶龙》的上半身分裂出了无数的师代,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阿娜多姿的半人 这时候,卡尔才意识到,这不就是成人版的邪神的世界观,看来自己又可以用实际的方式来进化这些成人版的邪神了 于是,卡尔的一世界狂操之旅开始了,除此之外,这篇小说还有别的高质量的动漫童人文以及传言文 喜欢小说的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暗影属性 那么之后的剧情如果是一般的副仇班,男主可能会在之后的打怪过程中才会被暗算做掉 但是之后他不一样,直接开局就被流放,本以为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会是与援手,结果没成想 不仅不帮啊,还要凑上